吕良伟是娱乐圈的知名演员,80年代在《上海滩》中饰演丁丽一角,展露头角。 1991年又凭借博豪,让她一跃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 近些年她似乎有点游离娱乐圈之外,成为商界颇有资产的富豪,活得十分自在。 可是对于她的舆论却从未停止,很多人说她是靠女人赚钱。 吕良伟有过三段婚姻,第一任妻子是周海妹。 1985年,30多岁的吕良伟对19岁的周海妹一见钟情。 经过两年恋爱,吕良伟和周海妹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,只是没过两年,两人就离婚了。 回忆起这段婚姻,吕良伟说,海妹是演员,生活很不规律,每天半夜睡,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才起,让我父亲很不习惯。 第二任妻子是和邝美云,1996年,两人在教堂办了婚礼,可是根本没去婚姻登记处登记,也没在香港注册。 这段保密了十年的婚姻,对于他俩来说,其实是非法的。 事后两人分开,邝美云也坦言自己很后悔。 要说到现任妻子杨小娟,很多人对她不甚了解,而且从颜值来看,她也不如周海妹和邝美云。 但是据传杨小娟很有钱,在中国内地经商多年,曾担任过深圳商会的会长,在内地做过房台9级首带生意,是位纵横商海的女强人,操控着很多投资。 所以认识杨小娟之后,吕良伟的事业稳步上升,更是从穷小子摇身一变成十亿富翁。 有报道称,吕良伟靠女人发达,生意兴隆与老婆内地高干子弟的身份有关。 对此杨小娟回应,老公是靠自己努力,绝没有吃软饭。 如此内外艰修的女人,怪不得能让吕良伟放弃两大美女和她结婚。